民國44年2月8號 反共最前線大臣的 全島居民撤退來台 如今大臣遷台60周年 大臣仍盛大紀念 舉辦影像展等系列活動 傳承這一段不能遺忘的歷史 這麼多人願意在 民國44年的2月份 離鄉背井的遷來台灣 表示了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 全面的支持 才會離開自己世代所居住的地方 來到台灣 第二點就是他們彰顯了 這個艱苦的生活 來到台灣以後 這麼多艱苦的很困難的生活 能夠偏手知足 從無到有的 能夠一代又一代的建立起來 總統府資政胡偉珍 由海內外大臣同鄉 推舉為紀念活動委員會主委 他的父親胡宗南將軍 當年擔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 民國40年到42年駐守大臣島 組織整合來自各方的反共游擊隊伍 游擊隊總共也只有8000人到1萬人之間 所以我父親當時就希望能夠 國內能夠派正規軍到大臣去守大臣 然後由游擊隊對大陸採取攻勢 不到兩年的時間 居然突擊大陸前前後後 大大小小的戰鬥39次之多 大臣島的游擊隊屢屢突擊成功牽制共軍 儘管當地環境艱困他們絲毫不抱怨 只求反共復國 當時他們有一副很好的對聯 就是我們一無所有 真是一無所有 有的是赤膽中心 我們一無所求 求的是反共復國 民國44年1月大臣島失去北方屏障 一江山島防運門戶洞開 政府決定撤手全島一萬八千多位軍民 一無反顧投奔自由 幾乎一夕之間撤退來台 從此異鄉變故鄉 大臣人開支散業 在國內海外各行各業發展亮眼 成為建設台灣不可或缺的力量 像是前交通部長葉匡時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志強 都是大臣子弟 大臣前台一甲子 除了紀念影像展覽 相關書籍特刊和郵票也會陸續推出 呈現大臣人的奮鬥史 藉此傳達他們堅韌刻苦的精神 也讓更多人了解 重視大臣前台的歷史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王一文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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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